大家好,我是陈寅佳,現在十一歲 我是從中班跟哥哥去過幾堂的圍棋課 從上過那幾次課 我就一直想要學 就會問媽媽能不能讓我學 其實也沒學幾堂 但那個時候就很喜歡在家裡 就自己隨便擺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 就職業這個人機 就想說我要比七段那個厲害 然後後來越變越強 我就知道就職業這個 然後就慢慢逃到目標前進 那你身上的那一顆內心是什麼樣子 就對,很開心 然後就覺得自己努力 終於有成果了 大概十幾個小時 十到十二個小時吧 那你有覺得自己在某些方面特別的天空嗎 我覺得還好 但如果喜歡的事情 可能比較願意花時間去做 可能比較願意花時間去做 像圍棋應該就是一個 我覺得他們蠻尊重我的意見的 就比如說我 我說我想下棋 他們就會全力的支持 我最感謝我的家人 然後海豐啟樂 還有所有指導過的老師 那時候 其實蠻難過蠻久的 其實有點不想比 有跟爸爸媽媽討論 最後還是決定先回去學校 換換星期 其實那個時候 一整個就想擺爛 但 媽媽那個時候就說 不管我要 業餘還是職業 都是得先 繼續練習 不然就不能選 就不要下來 去韓國的時候還蠻緊張的 就是會想說 如果我聽不懂他們怎麼辦 其實蠻幸運的 因為 遇到了一個 不講中文也會講韓文的 泰國大哥 平時就跟他一起訓練 就 少了很多生活的煩惱 現在可以嗎 現在可以 那一定是許浩宏老師 就想看看 自己現在跟 台灣最強的差距有多大 希望在旗上認識很多朋友 希望能代表台灣出去比賽